您好 欢迎收看9月20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 复原教会20号执行的 设立教会70周年即周迎莲牧师进城退休的感恩礼拜 地方多位村长信众多起居一堂庆贺周迎莲牧师进城退休 首先是以部落长者以主语来进行助导 而现场徐真伟也到场和教友们共同献唱诗歌和赞美 献上感恩与祝福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复原教会9月20号 举办设立教会70周年即周迎莲牧师进城退休的感恩礼拜 花莲县瑞瑞乡复原村众多村长以及信众都齐聚一堂 为庆贺周迎莲牧师为教会四奉工作奔波进城退休 先由部落长者一族语进行助导 县长徐真伟也到场跟教友们共同献唱诗歌与赞美 并献上感恩跟祝福 福原教会周迎莲牧师在感恩礼拜上真情流露地说 即便退休了也永远是神的仆人 永远为信仰奉献服务 我们就用上帝请出的爱 我们都来来请分享 祝福我们的力量 祝福我们的心意 为上帝的服务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所持组的工作 真的是一切荣誉的与上帝 徐真伟表示 愿富原教会持续走向更多的七十周年 富原长老教会牧会周迎莲牧师带领部落老人成立联部有机农场 周迎莲牧师带领一群长者回归农田 再度享受年轻时代的种田去找到生活的重心 记者高雙雙瑞水箱采访报道